老板 观察院老师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我叫杨红梅 祖籍河北 现居北京 今年41岁 毕业于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 国际经济专业 由于我在俄罗斯有多年的留学和工作的经验 所以我今天求职的方向是 俄语方向的国际商务类的岗位 谢谢大家 张老师好 真是求职的这个真具体 俄语方向的国际商贸的 在俄罗斯待多少年 其实从02年到现在可以说 基本上一直都在俄罗斯 在莫斯科 就在莫斯科 那家里人呢 我父母其实离北京很近 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回到北京来工作的 在河北仁秋就是离北京一个半小时 很近很近 对非常近 对非常近 所以现在基本上以后的工作 就是贝斯一定要贝斯在北京 但是在国外工作是没有关系的 出差长差或者是短差 或者是住外 我觉得都OK 结婚就是组建家庭了吗 没有 我单身 一直在单身啊 对 所以你知道我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你要老在外面 假设是组建家庭了 还有丈夫啊 还有孩子 对我理解 但是就是因为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出差 短差长差都没有关系 常住也可以 对我对你这个经历还是比较感兴趣啊 谢谢 因为我们迎客呢 现在是在国内呢 有20家国内分锁 我们在海外呢 有11家分锁 但是呢 现在我们没有这个俄罗斯的分锁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人才 你写的第一项是国际商务 那比如说你到了我们这个机构里面 你觉得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 现在有哪样的机会 能给中国企业提供什么样的商业机会 就是其实呢 俄罗斯的经济吧 这就是这也可以说 是我当初为什么选择俄罗斯留学的原因 俄罗斯的经济 其实它和中国的经济 其实有很强的互补性 它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而且就在我们的旁边 资源非常丰富 经济又非常单一 轻工业非常非常落后 人口呢相对稀少总量 所以和我们互补性非常强 那么在经济活动的时候 这个法律上的这种 你是无法回避的 是不是上刚老师 你当一个企业要在国外 你开展你的那个商务活动的话 你必须有法律的支撑 法律的保障来保驾护航 如果就是银河律事务所的话 能在俄罗斯比如说开一个办事处 或者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 对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 我觉得会有莫大的帮助 你好 我们是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然后我们有一个业务 然后是就无限星空 环球音乐之旅 其实就是跟海外的 很多地方的这种文化交流 坦白说我真的不了解 就是俄罗斯在这方面 有没有一些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 就你是因为你在那边 工作很多年吗 对对 是否有了解 俄罗斯有音乐节吗 在这方面的市场 音乐节有 会有各种活动 他们非常热爱音乐俄罗斯人 比如说在地铁里 那些年轻的小孩 不管是走到哪儿 他们全都是带着耳机的 在我来讲 我觉得我耳朵会很疼 不是 现在在北京也好 对 我发现 现在中国的小孩 也是这样的了 以前这不算什么 所以主要的是 因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在大学当过老师 稍等 稍等 红妹 你说话语速太快了 太快 喘不过气了 习惯了 而且你特别干练 我看到你吧 就马上想到的是 我们小学的政治老师 对 然后你喜欢这样说话 而且这样都不影响你的语速 你知道在俄罗斯 俄罗斯地铁里 所有的小孩都会带着耳机 而你知道我 如果带着耳机 我现在想着都耳朵疼 当然现在中国也是这样 你知道小孩就是 你妈你的 你急什么呀 好吗 好 不着急 来 我们开始 好 主要是我曾经在 俄罗斯留学期间 我都不会说了 你让我放慢隐促 好 我试图一下 你别试图 你就舒服就行 我在俄罗斯留学期间 实际上我曾经在 俄罗斯的一个 国立人文大学 做了四年的汉语的教师 差不多每个学生都会一种乐器 基本上每个都会不同的乐器 反正他们从小就受的那种音乐教育 我觉得非常普及 那个红梅我想知道 培训师这个岗位 你是因为作为一个求之意向 我又特别喜欢你 所以我想说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培训师 就是我那个表上 添了培训师了是吧 对 其实 你问谁 因为确实是我添的 没问题 那您觉得我可以教什么呢 他们学恶意吗 因为本身 因为我真特意外 因为那个是这样红梅 就是你有成熟女性的那种概念 你还有点少女情怀 我觉得你肯定跟别人交流会特别好 对 所以我觉得你有这种情绪 人家没结婚呢 哎呀 非得说这个问题 对 我觉得 也少问这个红梅 就是你从上来 我就很喜欢你 我觉得你这种 特别喜欢 这种是你还很有热情 像这样的女性 我差点说女孩子 是很容易被男人喜欢的 你怎么会没有结婚谈恋爱呢 我没有说没人喜欢我 对不起啊 我问错了 不是 你没问错 你为什么没有结婚谈恋爱 没有说你为什么 怎么就没人喜欢你 没这么说 为什么就没结婚 一定很多人喜欢你 谈恋爱 结婚 对 就是 可能 没时间 我觉得有 其实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或许出于好奇 或许是 反正我其实每次 我都很试图 很认真地回答他们这个问题 但是每次回答完了之后 我自己一想 我都觉得说的总是 不论怎么说 每次答案虽然都不一样 但是都不对 所以我也不知道 那我猜一下 其实就是因为你在外头 就是长期在外 你没有时间谈 所以我都觉得 谁都别猜人家个人的生活 不不不 人家这一生中在路上 不不不 咱们不是情感话题 咱不是情感话题 咱别猜人 我觉得你应该把朋友 陈浩我反对 这是非 这是非尼莫属 不是非尘勿扰 我们没有打听人家的私生活 我刚才说他有少女情话 我说了一句了吗 为什么没谈恋爱 我倒觉得你应该把这个 培训师这个岗位当成 你看乱吧 这个阶段的第一 你别管培训什么 培训企业 企业内训培训 这种活你干不干 如果老师认为我有这个潜能的话 我愿意 我愿意考虑 愿意考虑 好好好 12位不评论了 先做选择 培训师再考虑范畴之内 但是其实更愿意做的事情 是以北京为基础 或者在北京工作 或者派到俄罗斯工作 使用俄语的这样的国际商贸的工作 对不对 体现我的优势 来12位 先做出一个初始判断 去或者留 杨洪梅 选 好 走了一半 留了一半 来 天生我有财 女工 你有俄罗斯业务吗 我很惊讶 不是 可是我觉得他做培训师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 因为我们现在 做全国加盟的话 很需要非常优秀的培训师 对所有的加盟商 以及加盟商的高管 进行培训 他的这种语言表达 还有他的热情 以及他的学历 都符合我的要求 对 他的诉求跟我一模一样 非常感谢 我没有想到 银子会留的 我留下来 你会敌仰 对 我非常吃惊 所以我的问题 你的问题 就是你了解 加盟连锁吗 其实我不能算很专业的了解 但是我可以 我觉得简单的了解一些吧 因为比如说 我现在银总 那个咖啡之一 这个品牌 我很喜欢 我想自己投资 开个店 当然我在他的这个咖啡之一 这个名字下面 我要利用他这个品牌效应 那我开一个店 我想这种行为 就要加盟吧 是吧 我想负责这个 他们这个部门的业务的 这个人 或者这个部门 就应该属于 银总说的那个 就那个岗位吧 要培训的 要培训的 不仅仅是联络 为什么叫培训 是一个品牌 是有一些品牌的规则的 是有一些品牌的文化的 是有一些品牌的经营理念 经营方法的 包括甚至于数据 都是有一些品牌 自己的数据考量方式的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 有一个体系先给你 这个体系需要培训 来 好 孝刚老师 我这里要问 为什么我留待你惊讶 因为怀疑成威吧 其实我知道很多年轻的 就是非常非常向往去您那 他们说就是 不管给多少钱都去 但是您好像是 用这种 比如说微博呀 这种方式来推动营销 是吧 你理解华裔只是营销 是吧 我觉得您好像是 华裔在网络营销培训这一块 在中国首屈一直的 真的 也是培训 大培训不是小培训 而且一场都是三五千人的培训 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比如说尹总那儿 其他那儿 他是企业 算是内部的一个培训 而您是为其他的公司 来进行培训 是吧 全国性的公司大型会议的培训 你看到了吗 现在有很多人 是你写的这三个字让我留下的 不是我主动留下 不小心写的 现在在你身上 不小心写的吗 不小心写的等一会我会灭灯的 开玩笑 开玩笑 谢谢 你突然发出了这声小鸟的叫声 也实在是让人压抑呢 感觉到 现在大多数老板 对这位优秀的求职者 都非常有兴趣 但是接下来的 面试的过程可能就需要解决一个合适的问题 薪水合适 能力合适 您的学历 博士 然后包括您之前的这个经历 是跟石油相关行业 然后包括俄语的这个特长 但比如说在座的我们 有一些boss 其实不是说完全这几个条件都有的 但我也看到了 比如说您的薪资要求 我不知道像在这个方面 很具体的 然后自己是怎么考虑的 你现在提的薪资标准 因为我没有看你的简历 是多少 如果是就是在原来那个行业中 比如说国际商务这个方向的话 而且又经常需要出国出差的话 那我觉得三十多万 年薪 对 加起来三十多万 三四十万左右 如果要培训师呢 其实你们在强制的在往培训师上 这个给红梅安 我反对 我反对 因为你们只是发现了 严重反对 你们只是 你们只是发现了他的潜质 因为说到底 红梅没有一句回答说 培训师到底做什么 听我说 他连你华语传媒在培训里这么牛 的一个企业 他都不知道你的培训对象是谁 对吧 所以我认为培训师 知道啊 让我说 刘总听我说一下 听他身上的东西 是我肚子间眼睛里看到的东西 他整个的 他的气场 他在我的眼里 大概能控制五千人 作为一个气场 他站在五千人厂上 一点不动的 而且底下人 他能不能 他能hold住 这是第一个优势 第二个 他的语言的连贯性 一点杂质都没有 这是他最大的一个优势 语言优势 你看杜子健 你也就特别激动 什么你反对 你反对 你要理解刘家勇 跟他抢 刘家勇 原本以为 人家要去俄罗斯 做海外业务 以前做石油 这不就是 给他准备的吗 新能源 产空能源 我也是这么想的 也好转 没想到 咔咔咔咔咔 这么多灯 现在各位都问完问题了 残酷的现实摆在这 是大家现在对杨红梅 兴趣颇高 谢谢各位老板 所以六位 去或者留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 就到了红梅的手里 选择 梅向荣离开 唐岳铭离开 离开得都非常好 但是仍然有四家 留了下来 听一下职位 我给你是我们 成功加盟中心的 高级经理 培训经理的岗位 是有决策能力的 好 来 福东集团 在试用期 是海外市场专员 因为是负责 整个俄语区的 如果呢 就是经过三个月 就是我们发现 就是在那个区域 开始形成区域化的话 那会给你提升到 这个区域经理这个位置 好的 来 尹峰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 咖啡系全国加盟中心的 高级培训师 我们俩是同龄人 我还是姐姐呢 我们都属于那种 岁月在我们身上 不起作用 因为我们有一颗不老的 永远青春的心 欢迎你 他和找工作有什么关系 尹峰 人与群峰 物以类聚 志同道合一定会 很快乐地工作在一起 来 听一下 华宜成员的名作 培训副总监 你下面会带几个小的 培训师 我现在已经有的 一些小培训师 可以让你来带 但是你是我亲自来带 营销这一块 我来培养你半 三个月 在互联网这一块 我培养你半年 我亲自来带 来 周老师 少刚老师您知道吗 我们两个也是同龄人 套起尹峰的话说 我也是姐姐 好 三个少女情怀 四零五零的人 找工作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三个女人一台 她跟二十岁的小姑娘不一样 二十岁小姑娘 选错行业可以重新再来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机会了 还有一点 我也算是一位培训师 我培训过很多很多优秀的讲师 但是说句实在话 如果你今天没有俄语的专业 我特别鼓励你好好的走培训行业 因为你有很多很多的素质 综合素质特别好 太裸了这个 但是 太裸了 肺腑之言 我不管他们 不管他们 但是你有俄语专业 培训师你要从头再来 可能三年五年 你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大腕 而你原本的俄语专业那么好 真的不要浪费 我今天拼了 赵老师 赵老师太俄罗了 杰勇啊 你要谢谢杜老师的 你们四个呢都平静 让洪梅拖着思考 真的我觉得特别难 你行的 你能 尹总 谢谢你 真的我特别喜欢你 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 跟你成为主演好吗 哈哈哈哈 再见尹峰 哎 哎呀对啊 啊 洪梅自己判断 自己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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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对不起杜老师啊 对不起 哈哈哈 再见 我希望呢 有机会能和你相识 能向你学习好吗 谢谢 谢谢 真的我觉得 特别心痛 没事 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能和两位老师交流 大家 当然 小刚老师我插一下 你现在 您看一下 现在台上那两位老板的肢体动作 特别可爱 没有发现 你一个人是这样子的 最重要的 两个人都穿了红裤子 啊 啊 其实刚才非常可怕的场景是他去灭尹峰的灯的时候 哇两个少女告别的时候 那种惨烈的场景啊 心痛啊流血啊 擦一点那个测钢这个椅子都烦了 没事我不想会成好朋友 尹峰 我希望 放下话筒 回到黑暗里 两家留了下来 谈钱不上感觉 试用期底薪是八千 转正代表啊 台下再跟你谈 还要奖金跟绩效 这只是底薪保障部分 好 刘总 你说一下您那边 可以吗 那如果我从 就是这个职位开始啊 海外市场专员 那我们公司定的薪质标准呢 也是八千 但是呢 我讲呢 这仅仅是一个试用期 那呢就是在 我们要做下来之后 也要想了的一个事情 所以 红梅思考一下 好吗 越使高端的职位 越使薪金 要求高的职位 我们又要 内心审慎 红梅思考一下 然后告诉我们的选择是 优胜教育 还是福能集团 或者选择跟他们二位说 谢谢你们 红梅思考一下 然后告诉我们的选择是 优胜教育 还是福能集团 或者选择跟他们二位说 谢谢你们 我选择 谢谢 再见 您这样吗 诶 诶 我给你的不是特例 在这个舞台上 有过这样的例子 就是涉及到高端职位的时候 暂时选择了 谢谢再见 底下有更深度的交流 沈黄老师 我们俩有个申请 能跟他握个手吗 你不用下来 你们使劲握去 多开点工资 就挺好的 我真的是憋不住了 在这儿说 你说上了一枚 我们因为考虑他转行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 我觉得你们两个 留灯不靠谱 你怎么人家都说了 这个月薪两万块 一年就三四十万 我们听得很清楚的 就把灯灭了 这个恰恰是 抵心同志 海谈你别打岔 都别起哄 我认为凡事涉及到 刚才我已经给过你暗示了 我认为涉及到 薪金年薪要求比较高的职位 你不是第一个 我鼓励过这样的求职者 在这选择谢谢再见 因为太短的时间 可能决定不了 下去慢慢谈 好事 这不是拒绝 这需要你们更详细的 更审慎的来聊这件事 这恰恰是一个新的开始 好 谢谢 谢谢沈黄老师 谢谢沈黄老师